2023年专业画手工具用什么 AI 哦 懂了 我走了 hold on body 看到最后 有村长神秘工具加需需福利 每年很多村民私信村长 今年画画用什么电脑 村长 你用的什么笔 iPad可以画商稿吗 其实2023年 随便公厕里剪一台电脑的性能都足够画画 哪个公厕 我去剪 每个目前在售的iPad 都已经可以搭配Apple Pencil 成为完美的绘画设备 所以已经完全没有评测绘画设备的意义了 但我们画画人日常修炼需要的远不止电脑笔刷 村长就想着 今后每年一次分享自己每天携带 真的长期在用的手绘版绘设备 给村民们做个参考 村长是一个minimalist效率控 每天为了让自己增加工作效率 不断在寻找更高效的装备上浪费时间 希望村长浪费了这些时间 能给和村长一样强迫症效率狂的村民们一些帮助 绘画人随身必备 2023版 在村长打造完美绘画人随身装备这么多年 发现了三条核心军规 相信对村民们寻找自己的装备一定会很有用 No.1 一物一用 村民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手机iPad上可以下载各种各样的App 感觉好像随时都可以方便的画画 但经常是 嗯有点时间 画正画吧 打开iPad 哈哈 煤炭又发了条什么 到时候更新了 Modada 又在喝 Modada 开到啦 端小板等吃瓜 3 hours later 嗯开始要干嘛来着 正常有各种各样的电脑 iPad装备 理论上来说 应该在这些大屏设备上看很多书 但去年统计了一下 我在只能看书的Kindle上 看的教程和漫画 是其他设备上的50倍 故意减少一个东西的功能 才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干扰 No.3 5秒8枪 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一个行为 不管是手绘 指挥 还是在App上记录点子 从包包里拿出来开始 到可以开干 要打磨到 只需5秒 任何对我们生活最有意义的那些训练 启动是最难的 养成一个容易开始 每天都画的习惯 对一个画手的提升 很可能比又捞了一条什么绘画秘籍 绘画干货更重要 No.3 30天没用的 就该吃灰 一逛文具店 就买一大堆各种笔 绘画软件上安装700个笔刷 老觉得要不断换新的画画设备的村民们 老实举起你的小爪爪 这些人 都可以成为朋友 一大堆笔 用着可惜 不用可惜 老放在身边 其实一年也用不了几下 结果最顺手的工具也没练好 那些不喜欢用的工具 还天天在你面前触发强迫症 还有一种是 其实也不需要什么新的数码设备 老想去更新一个最新的板子 数位评啥的 自我安慰 为了Future Proof 村长用20年学语类的教训告诉你 没有任何电子设备可以Future Proof 那些以为了未来绘画大佬 先买吧 为口号买的设备 最后通常会发现 其实是为了爱奇艺 Netflix买的 买了以后30天没用 就勇敢吃灰 送村长 对现在来说 没有必要的数码设备 先别买 在美术行业里 唯一能Future Proof的 只有你的绘画水平 创作水平 根据这三条原则 这是村长打磨出的 2023年绘画装备包 村民记得点个赞 投个币 收藏 和看到最后 都能让咱们小村子这种绘画的快乐 传播给更多人 任何一个单独的包 对下个楼取个快递来说 太大了 出门迷路一两天来说 又太小了 所以村长是用几个零件 组合出的 可以根据需要拆装的一套包 一共四个部分 装笔和小设备的主包 放iPad和电脑的工作包 一个可以扩容的折叠买菜包 一个装水壶的套子 主包用的是Piki's on fuel pouch 本来是摄影师用来装镜头的 但村长这么三年来 一直当随身包 装手机啊 充电宝啥的 挺好用的 内部尺寸有一定伸缩性 如果不求美观 非要强塞 可以塞下一个11寸iPad 有这么一个包装东西 衣兜裤兜 什么都不用装 一身轻松 走在路上 不小心被Optim Prime撞了 也不会装备掉一地 下面可以卡个口罩 包的最下面 村长故意拆了一侧的缝线 可以用来插笔 不开包 三秒就能把笔开画 村长随身长背三支笔 一支墨水笔 往年一般戴的是 ZEBRA的书法秀丽笔 前面是硬头的 但随着村长年龄的增长 越来越不喜欢 太硬的了 线条太可控 不够重口 于是今年村长长背墨水笔 就换成了Pentail Brush Sign Pen 区别是 后者是真的毛笔头 线条更软 更多便 包里长背了一本 MUJI的16厘米乘以10厘米的小本 随时无聊发个呆 都可以在这个本子上 五秒开始速写 因为本子很小 强迫你没有办法在上面浪费太多的时间摸鱼 只能快速速写人体动态 系录构图 画草图 记点子 这些对创作 有时比在数码设备上 磨一张张类似的大脸 更有用 一支淡墨的上影子的笔 速写完以后 这支笔就可以顺便练习明暗分界 像村长改画系列里 都从工坊直播里那些光影和色彩的模法 平常练习的秘诀就是这个 并不是到了板会的时候 才去想影子该画呢 但这支笔是村长的不传神笔 市面上直接买不到 因为市面上买来的灰色的笔 要不就是墨水很深 用来上个影子就上得乌七妈黑了 马克笔里倒是有很淡的颜色 但是用过马克笔的村民都懂 一本40页的本子 上了马克笔 就等于立刻减少了20页 所以村长发明了这样一支笔 前面是pentier的科学毛笔 中号 但后面是画水彩用的樱花灌水笔 村长也不知道这两个完全不同品牌的笔 是产生了什么样的 Romeo and Juliet的尽端的友谊 刚好就能完美的安装在一起 既可以享受pentier毛笔头的爽快质感 后面又能灌任何自己调出的 不同深浅的墨水 第三支笔是一个办公签字笔 Bart 这不是普通的签字笔 笔后面有个很硬的珠子 万一村长不小心 跟着不靠谱的高德地图 开进了海里 就可以用笔破窗子逃生 万一上尸为尘 还可以戳爆几个头 那这种紧急的情况下 怎么保证你摸出的是这支笔 而不是刚才那支Romeo Juliet的笔呢 除了这三支常备的笔 村长还会多插一支 最近想测试的新笔 比如以前村长的铅笔 都是这种成光粗蕊的 两毫米这种铅笔 前段时间散步到一个小学外面游荡 想起了这种基督卡用的铅笔 也是自动的 而且也有2B的新 笔头就像压嘴笔一样 能塑写出很有趣的粗息变化 喂 警察叔叔吧 我们学校外面有一个可疑的大叔 小包的背面插了一个 扇瓦 折叠蓝牙键盘 用来修改都有出文案啊 回复都有出公反 专业课里的 成名日常答疑什么的 用iPad画画时 可以作为快捷键 画画的效率会提升版 你30 村长是一个超级键盘控 测试的键盘可能不下300个 这个算是打字不算特别憋屈 还能切换三个设备 最便携的键盘 而且右下角还带一个 小鼠标触摸板 一个手机 iPhone 6S Plus 应该已经是16年的iPhone了 村长的信条是 能用 别升级 AirPods Pro 在这种便携耳机里 是降噪最好的 在咖啡馆啊 做高铁画画的时候 可以一定程度隔绝 这位高谈扩论的网红创业 和踢你靠背的熊孩子 不愧是隔绝震动 当然如果你正在降噪空间里 或者是专业的人体数学 没发现旁边 占了一堆熊孩子观摩的情况 也不是没有 小包的中间 刚好可以完美 准下一个8寸的设备 通常以前放的是 6寸的Kinder Paperwhite 但屏幕实在太小了 看个风格比较厚道的漫画 眼睛都受不了 而且Amazon退出以后 好像书也买不了了 所以今年换成了一个 国产的电子阅读器 Book's Tab 8 这个设备上用的是Android 而且还带一个压杆笔 是可以画画的 前提是你能接受黑白屏幕 和眉笔半秒的延迟 但村长觉得最大的问题 还不是延迟 而是国内的Android 因为用不了Google Service 上面靠谱的画画APP 几乎快绝迹了 村长测试了一大圈 如果你不想用某个 名为绘画实为社交的APP 目前国内Android上 勉强能用的 也就只有Abyss Paint 和连不上服务器 连笔刷都做不了的 但根据一物一用的原则 这个设备 村长主要还是用来 看书和放练习参考图 绘画人其实不是 大众以为的只是画 画只是绘画的三分之一 最重要的是审美力 观察力 随时摄影的习惯 对光线构图的锻炼 大大高于毫无头绪的 模动漫插画 这些基本功是 无论手绘 板会还是AI会都需要磨练的 这两年村长养成了 一到傍晚就出去拍照 扫街的习惯 所以photography 既锻炼光影构成 又不至于在桌前 握一天找事 还可以锻炼对着路人拍照 还面不感受 心不跳 克服色恐 所以这个看上去 和画画无关的玩意儿 是村长核心绘画设备 村长用的是 体积最小的 Aps-C画幅的相机 RICO GR3 和手机的区别是 这是手机拍的 Umarujan 放大以后 脸上所有的凹凸都是清晰的 可能不摄影的孩子 也觉得没什么区别 但这对我们摄影人 真的很重要 你就会想 如果你拍到一个 让你心动 但转瞬即逝的小哥哥 的小腿 你是想放大以后 看糊在一起的腿毛 还是一根根清晰可见的腿毛 能不能不要腿毛 最重要的 当你看到一个 转瞬即逝的小哥哥 手机不仅要双手操作 而且手机还没开屏 RICO已经单手霸枪 开机 拍完回套了 OISO 8000mAh的充电宝 两个USB Type-C口 都支持20瓦快充 不知道村民们有没有发现 再耐用的设备 只要你是用来画画 掉电还是蛮快的 经常需要救个急 如果是这个用途 村民要特别注意 市面上卖的很多充电宝 插上iPad和电脑 它不是充电 而是在吸电 这好像和电阻有关 物理系的村民们 普及一下原理 充电线呢 村长随身带3根 10G的充电线 充什么设备 都难不倒村长 在街上遇到村长 随便充 我是老德安左口 三星256G的高速U盘 用来放需要打印的 图片啊 作品 图库啊 最近要看的漫画啊 教程啊 小片啥的 在外面插上手机 iPad就能继续 研究画风 一个不起眼的 5厘米超小Swiss Knife 不管是遇到上司为成 还是核爆战争 都依然可以轻松的 拆快递 毛毛钉 开啤酒 磨指甲 你的轻重缓机关有点迷啊 一个随手就画的人 经常会在各种地方乱画 但如果你刚好画出了一个 自己特别喜欢的作品 结果发现 Oh shit 画到杂志上 或者什么废纸上了 这时候一把小剪刀 就能把这一小幅画保存下来 很多速写大师的作品截礼 经常就会混入这种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裁剪下来的一块图案 杭州交通卡 配租杭州的公共自行车 要说和共享单车有什么区别 就是 骑一两个小时 环车成功 扣款零元 爽摘 还有这个小口袋里 冬天放唇膏 宝石 夏天放空油筋 虚文 一个抽拉卡包 放银行卡和身份证 还有一张一百元的纸币 万一金融需要勘换 至少还有一百元现金 可以买几包泡面 这就是老年人的智慧 给年轻的孩子科普一下呀 纸币就是在某宝和某性出现以前 交换商品需要用的一种纸质的 包的背面 还有创科铁 点酒磅和酒精棉 万一街边有人被上司啃咬 或者被核爆了 村长可以用创科铁 点酒磅 空油筋 进行救助 我谢谢你哦 但如果只有这个小包 容量是不够的 一个例子保护生态环境的猛男 怎么能这么小 所以村长的组合包里 加入了一个Pix Design Foldable Toad 买菜的时候 别人问你 要不要输涼袋 你可以趾高气昂地说出 保护生 No 重头戏了 村长主要的工作设备 都放在这个 Metador格叠电脑内板包里 外板包 它可以根据装入的设备大小 扩展容量 最大16寸的电脑都能装下 出行的时候 需要带着吃饭的工具 就这样扣上 增长用的电脑 是2019年版的MacBook Pro 16寸 如果要屏幕色彩比较准确 然后便携 屏幕较大 这三个需求一平衡 也差不多就只有这款 和Zell XPS可以选 性能上做巨幅海报 或者多数层视频过不了省 突然需要紧急打码啥的 宣言起来速度也OK 但是要注意 目前要研究AI绘画的村民 还是要入手Windows 至少8G显存的电脑 因为AI程序很多 在苹果电脑上都是残缺的 用不到全部的硬件性能 很不划算 但目前苹果系统的独占APP 多个苹果设备联动的便利性 确实这么多年 依然有其他系统 难以比你的优势 比如在电脑上找张参考图 直接点复制 然后到iPad上 粘贴就过来了 在iPad Procreate上 画好了图片 直接用AirDrop 瞬间就可以把整个项目的原文件 投入到电脑 不需要任何第三方软件中转 如果在电脑上画画 通常的板子用的 还是7年前的Wacom Intos 因为小版很轻便 画画功能上也和大版没什么区别 直接放在笔记本键盘上就可以画 在地铁上拿出来改个图 别人也不会觉得你是一个 完全的神经病 村长以前有一整年 试过用这个板子代替鼠标 全全OK 工作室用的是24寸Sintiq Pro 顶级数位屏 但因为这几年90%绘画工作 都能在iPad上完成 必须要用电脑的 只是一些排版设计 所以说是数位屏 其实也只是当普通的显示器在用 这支笔粗窍次数 少过洞也糊 村长前几年戴的是10寸的iPad Pro 但是这几年因为经常要录制绘画过程 所以换成了2021年版的12寸iPad Pro 因为二代Apple Pencil比一代还要滑 所以村长还是贴了一个Torres屏幕保护膜 市面上有那种打的专门给画手用的磁吸膜 千万别买 再一看可以画画装上 看剧取调 哇好色气 实际使用 不仅懒得拆装 膜里面还容易进灰进水 It's shit iPad保护套用的是Logity Combo Touch 键盘可以拆装 背面支架像Surface那样可以自由调节 村长锯掉了一个角 这样可以竖屏摆放 写文案的时候 一屏能看到的文字行数比MacBook 16寸还要多 但这个iPad 加个套子的重量 直接超越了MacBook 16寸 是谁在以前抖抖村节目里嘲讽了好多年 MacBook 16寸加13寸iPad组合 这脸打的 啪啪啪 哼哼哼哼哼哼哼 总之村民们千万不要相信什么13寸iPad 有什么大屏上画画的爽快 因为13寸并不比11寸iPad画画上感觉大多少 但会献起百分之百的便携 那胆包的外面很简单 只有一个小包可以装一些必备的物品 有Muji的超轻便雨伞 一个备用的口罩 Azume H1 Recorder 有时候村长在路上的时候 突然剪辑的小伙伴说节目缺台词 就可以马上到车里厕所里 优衣库小哥间补录几句 一双袜子 一个酷茶 万一在路上遇到核战爆发 至少还有一套多余的裤袜可以换洗 最重要的 可以给录音机当一个简易的防喷脉罩子 感觉这节目的味儿更浓了 而且还真是红的 但本期只是分享村长自己绘画人水深装备 每个画手都可以根据自己实际需要 和节目开头的三个原则 发展一套自己的包包系统 美国神经病导演David Lynch说 他这辈子有三个特别好的点子 但没记下来 所以他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点子了 每每想到垂胸凳竹想自杀 东京的街拍大师 Moryama Daito也说过 我出门的时候 刚好遇到了那条狗 然后刚好随身有携带相机的习惯 所以就拍下了那条狗 成了我成名作品 所以一个艺术家 也许更是一个机会的捕捉者 那些真正好的作品 既来自实力 又来自运气 我们养成随时开化的习惯 去积累实力 把身边的工具 打磨到能在神偶尔赐予神来之彼时 捕捉住的运气 堕捉 村民们日常最重要的绘画工具和设备是什么 都可以分享到留言或者弹幕 对村长的文案点子记录系统 各种风格的图片收集和打标签的系统 有兴趣的村民 打みくみく 对村长在各种设备上 用什么软件来画画和创作有兴趣的村民 打不要不要 也记得点个赞投个B 拉入咱们快乐的小村子 村民们下次见 Adio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